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热点深度 我是小杨 被誉为天才程序员的苏小茂 在2017年选择是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案件现在有了新的进展 那在2017年的9月7日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的 这个一栋小区的楼上 这个苏小茂 选择从自己的家中一跃而下 跳楼身亡 那据苏小茂和亲友的描述 当时因苏小茂被前妻翟欣星的巨额离婚所求 致使苏小茂的公司资金链断裂 最终导致苏小茂选择自我了断 临死之前的几个小时 苏小茂是通过自己公司的APP发文说 自己是被自己的前妻翟欣星逼得走投无路 不得不走上这条不归路 这件事情在六年前发生之后 在中国整个社会是引起了几大关注 时间来到2023年6月9日 北京时间6月9日上午11点39分 在微博ID叫做苏小茂的哥哥苏小龙 发布了一条微博 说翟欣星目前已被北京的海淀警方逮捕 有媒体进一步报道称 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以依法对翟欣星批捕 海淀警方已对翟欣星执行逮捕案件 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其实这个苏小茂 翟欣星案一直都有在审理进行中 之前是有明示部分的进展 在2023年的3月31日 朝阳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判决翟欣星退还南方家属现金 汽车等共进千万 以及撤销翟欣星海南北京两套房产的 个人所有权 赠予合同的纠纷 研案判决书也显示 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 翟欣星与苏小茂相识至协议离婚 仅110余天 期间收受苏小茂赠予的车辆物品 价钱款价值超过300万元 婚恋过程具有明显的经济特征 在今年5月12日 苏小茂家属还曾确认收到 翟欣星的660万元人民币的还款 现在是苏小茂 翟欣星案的刑事部分的进展 苏小茂姐姐就透露 自己是在5月17日 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得到消息 翟欣星涉嫌敲诈勒索 已被刑事立案 5月18日被刑事拘留 在5月20日 自己从海淀分局刑侦支队 拿到了翟欣星 涉嫌敲诈勒索的立案告知书 苏小茂的姐姐就说 目前翟欣星已经被逮捕了 在看守所里 在6月9日 苏小茂姐姐也将文书 发布在苏小茂哥哥 苏小龙的微博账号上 这个微博现在也是他主要在打理 我们也请导播把这个通知书 给放到画面上来 苏小茂的姐姐就说 从案发至今 6年来他们的诉求 一直都是希望本案能够以涉嫌敲诈勒索 刑事立案 现在终于迎来这个 盼望已久的进展 苏小茂姐姐回忆 案发以来 苏小茂家人也只在 2018年的7月12日 本案第一次 庭前会议法庭外 见到过翟欣星一次 自此之后 双方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 那如果翟欣星因涉嫌敲诈勒索 被追究刑事责任 那可能会被如何量刑呢 有法律专业人士就说 如果此前媒体报道中的相关事实 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 翟欣星或将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苏小茂于2017年9月7日凌晨跳楼身亡 在苏小茂去世一天之后 亲人和朋友在她的办公室里整理遗物时 发现了一份叙述和前妻相识 到离婚全过程的一份说明文件 在这份自述的事件经过里 苏小茂详细回忆了她和翟欣星 自2017年3月30日 相识第一天至同一年8月底 几乎每一天的经历 被她分为认识过程送特斯拉车 北京消费旅游计划回福建老家 三亚之行、香港之行 在香港的一次吵架 澳门之行在澳门的一次吵架 结婚、提出离婚 通过离婚协议敲诈13个部分 苏小茂在《长达8页》的遗书里表示 翟欣星的离婚调解书上显示她曾有一段婚姻 存续时间为2011年1月17日至2011年4月1日 时间回到大概半年前 在2017年3月30日 苏小茂和翟欣星通过一个相亲网站认识 聊得并不多 女方这边翟欣星的履历是光彩照人 出生于1986年她身高1米75 相貌靓丽、身材也较好 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研究生 又有北京户口出身苏小门地 在北京拥有两套别墅 父亲是大学教师 母亲是退休干部 南方这边的苏小茂出生就比较普通了 她出生于福建的农村 而两人相识的时候 苏小茂已经36岁 好在苏小茂已经事业有成 也算是有了资本 苏小茂在1980年出生于福建 是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 在2012年她创办了北京业维科技有限公司 推出了一个叫做Vphone的APP Vphone这款APP是一款在用户间免费发短信 打电话的手机应用 也是北京业维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产品 苏小茂和翟欣星在相识的第二天 翟欣星就主动和苏小茂进行约会 双方是一起吃饭之后还看了一场电影 翟欣星也在微信中对苏小茂说 她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苏小茂说她也是 而他们都是那个时候 在中国国内领先的在线婚恋交友网站 世纪家园的VIP会员 苏小茂和世纪家园前后签订了三份VIP的服务协议 总共是向世纪家园付了20多万元人民币的会员费 那在她提供给世纪家园的自我介绍中 苏小茂形容自己是财务的自由主义者 感情的浪漫主义者 生活的现实主义者 特别是在感情上 苏小茂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能一起尝美食 看美景 风花雪月的女孩子 那短短几天 翟欣星通过接触苏小茂 也摸清了苏小茂的虚实之后 竟然就直接说表达了对苏小茂的爱意 并称想和她生孩子 翟欣星是主动提出去见苏小茂的家长 表现的尤为是善良孝顺 可以想象苏小茂看到相亲的对这个进展如此神速 肯定是心花怒放 两人确定恋爱的关系之后 为了讨翟欣星的欢心 苏小茂是一掷千金 从车子到房子到衣服到手势 只要是翟欣星想要的苏小茂从来没有拒绝过 在短短相识两个月之后 他们就选择领证 但是在领证前 翟欣星有一件事不得不是曝光了 那就是翟欣星有婚史 是结过婚的 翟欣星先是跟苏小茂谎称 自己只是和一个叫李铁军的男人 因为买房而假结婚 但是离婚调解书上明明写的 翟欣星的离婚对象是刘某 两人的婚姻存续时间大概有三个多月 而且离婚史男方是赔偿了女方二十多万 而这份调解书还是苏小茂花了88万 从翟欣星的手中给买来的 他们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苏小茂和翟欣星领证的前一天 翟欣星甚至还动了手 两人是不欢而散 苏小茂后来回忆说 如果我后来不去找他 那我们也就这样分手了 但是人生是没有如果 苏小茂是选择原料 带着眼角的郁青 他和翟欣星在2017年的6月7日领证 就在苏小茂幻想着 婚后生活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翟欣星又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 那就是翟欣星拒绝搬进 苏小茂在西二旗的一个住所 翟欣星首先要求 要求苏小茂换一个大典的房子 因为他和他家的亲戚都在北京 都是住的140平以上的大房子 而且更别提了 还有别墅 其次翟欣星还要求苏小茂 每个月给他5万元的生活费 在苏小茂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他说种种迹象让我觉得这个女人太物质 太有心机了 这个阶段我自己也变得压抑起来 一面觉得自己选错了 自己似乎不喜欢他了 而另外一方面觉得离婚的代价太大 其虎难下 因为苏小茂迟迟不能满足翟欣星换房子的要求 翟欣星便不断以各种理由向苏小茂要钱作为赔偿 并且是不断打击苏小茂 还以离婚作为威胁 最后苏小茂忍无可忍便同意离婚 而在这个时候翟欣星是更进一步 不仅是索取高额的精神损失费 还用所谓的非法经营去威胁苏小茂 常年和代码打交道 苏小茂是不同人情事故 很快就被翟欣星给唬住 然后自觉的交出了自己全部的家当 而这时苏小茂和翟欣星婚姻破裂的事情 才被苏家人知道 在家人的劝解之下 苏小茂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 打算报警并准备诉讼材料 只是他没有等到法律的公正判决 翟欣星这边是咄咄逼人 不断放大苏小茂在公司运营上的错误 并声称自己背后有人 三分钟可以把苏小茂给打落深渊 在2017年的9月7日 凌晨5点左右 苏小茂在这个凌晨的时候的心理防线 是被彻底击溃 在踏出自杀的内部前 他给姐姐发了最后一条讯息 他说姐姐好爱你们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 对不起家人 这条微信发送成功之后 苏小茂把手机放在楼顶的西南角 自己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此时与他近在咫尺的姐姐正在书房中熟睡 之前也提到法律的专业人士在受访中提到 如果翟欣欣因涉嫌敲诈勒索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量刑可能 有法律专业人士就说 如果此前媒体报道中的相关事实 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 翟欣欣或将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6度brief.com 那上面各位可以订阅您喜欢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要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